今天應該外面天氣也蠻熱的 那很感謝各位特別來台坡大樓 那我今天是有準備了一些比較客觀的一個數據資料 那想要跟社會大眾跟媒體表白 謝謝你們前來 OK喔 可以 好 其實非常感謝接受媒體的聯合的採訪 那知道你今天是要就一些金流的部分 來對社會大眾來做說明 是的 我們外界第一個想要最好奇的自然就是金流的部分 目前週刊有各種的一些說法 包括第一時間出來的700萬 到後來您有提到的170萬 但是之後我週刊又提到619萬 數字滿天飛 想請教說這當中的金流 因為涉及了有包括像所謂的稿費 演講費還有首尾錢 這來龍去賣 能否則說清楚 OK 沒問題 那我覺得最近看新聞 當然是我覺得最壓抑的說 把我的一些存體款的動作 把它跟洗錢化成等號 那我個人的認知 洗錢就是說這些錢 如果是不明來源 或者是犯罪詐騙所得 那個才需要去洗錢 但是我今天來這邊 跟各位媒體報告的是 我今天就是要證明我們家的錢 都是正正當當清清白白的錢 那我有特別準備了一些 因為存責全部扣押在檢方手裡 所以我特別去幫主席 還有自己最近跑了多家的銀行 去申請他那個交易的明細表 那我現在大概口頭講一些 我們家的一些這幾年的那個 現金的來源 為什麼我們有這些現金的來源 可以存到其他的戶頭去 第一個是我媽媽的帳戶 但是我並沒有提過什麼叫做交易錢 我那時候在連任署講的就是 我父親在2016年年中 中間的中獲釋之後 我的媽媽在2016年年底左右 就辦完了他的繼承 他的所有的那個現金的遺產 所以那因為後來我全權負責照顧媽媽 所以媽媽的一些存責提款卡印章 全部都是歸陳佩琪所管 那所有的兄弟姐妹也都是認同跟接受 那這幾年從2016年接受到媽媽的帳戶以來 媽媽的那個台灣銀行的繼承爸爸的一個遺產 還有他自己在郵局 有一份那個老年年金的入帳專戶 從65歲到他現在92歲 總共也大概差不多七八十萬左右 那總共我可以證明我媽媽的 我提領出來的我媽媽的錢 從2016年以來大概是535萬左右 就是台銀跟郵局這兩個帳戶 那那個提領是我拿他的提款卡去的 那應該是有權力的人可以調閱提款卡 提領的人如果不是陳佩琪那我負法律的責任 那另外就是第二個我們家會有如此的現金來源 就是我本身在醫院工作的一個薪資轉帳戶 那也是跟媽媽的一個帳戶一樣 從2016年如果起算的話 我大概提領了507萬左右 然後另外再加上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帳戶 大概再加上21萬是台銀的帳戶 所以我本身提款出來的大概叫做528萬左右 這是我們家的第二筆的那個現金來源 那在第三筆就是說我們在2018年 利用我家的新一路的房子去抵押房貸 來借錢出來打選戰 那那一年的選戰我們獲得的選舉補助款是 1700多萬 那那年的發費就是人事跟活動的發費 1500多萬 所以那一年也還有200多萬的選舉補助 就是還回那個選舉的發費之後 我們還有200多萬的一個現金所得這樣子 那另外一筆就是我先生本身從他的帳戶裡面 這幾年提出來的提款的額度也有171萬左右 那還有另外就是說去年因為是選舉年 所以先生有很多的一些演講那個通告費 這個在扣角平章上有列入的就有 稅務資料可以查到的就有64萬元 這只是去年的 那其實他每年都蠻多的演講跟通告費 當然有些是直接轉帳 那有些是如果去一次的話 他大部分都是給一些信封裡面就給的一個現金 但是這些因為好幾年 所以我就只有列出2023年 我先生去做的一些演講通告費 有在扣角平章上面的大概64萬元這樣子 那另外到最後我還是得說 因為選舉的時候先生參加了極多的一個活動 所以他也有車馬費跟出席費 然後親朋好友見到我們也是會給我們一些贊助金 一些紅包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主席也沒有薪水 那大家看到他總是會給他一些加油鼓勵 那這一方面的錢大概有百來萬左右 那以上我講的那麼多 那剛剛已經有人幫我算出來了 我以上提出的這些加總起來大概1628萬左右 那這個就是對於我這幾年 2016年年年底來到差不多六年 2016年差不多八年吧 以來我家裡的那個現金的一個來源的一個證明 那這邊也都是由我自己本身的那個提出的一個證明 那我這邊提到這個說可能是比較經典的 這個是我112年度就去年的時候 這個 這是我這個提款的證明 就是我整年度總共提了119萬 這個都是在我去申請交易迷信的時候提到的 那現在因為我要去申請這個是因為我現在的帳戶都是扣押狀態 所以這個是特別去銀行申請到的一個交易的這個明細表 他認為我剛剛講的那個是更改證詞 我只是說每一個都是有貢獻的 他認為我說後面講的就是更改的證詞 我說有從我媽媽那邊過來的那個金錢來源 因為我從我這邊本身的 那也有從那個2018年我的選舉結束子 選舉那個帳戶結束來的 當然也有一些親朋好友的贊助金通告費跟 但是我這樣子講了這麼多 他認為說我就是更改證詞 那其實這個都是我們家金錢的來源 我想這個沒有這是一個清清白白乾乾淨淨 是一個我的薪水 大部分是薪水跟主席去演講通告費賺來的 我們沒有更改什麼樣的證詞 那你說有車馬費跟出席費有演講費 這個我也有講 我並沒有更改什麼樣的證詞 我說這個都是包含我們家的金流裡面的一部分 不用想問一下 所以您說您現在講的就是在跟那天 在跟都一樣的 都一樣的 對 那現在目前就是1628萬 那現在有一個說法是說 您用ATM再把錢轉到另外一個帳戶 小朋友的一個帳戶 那這個想法或是這個動作的固定是 其實我過去就會用這個習慣 在做ATM的提前跟存款 那有人會認為這個很奇怪 其實第一個因為我本身有一點知名度 抽號碼牌有時候大家也知道 銀行抽號碼牌整個30分鐘到10分鐘也是很常見 然後當你要去轉帳給一個小孩的時候 你要帶你自己的存折印章 那密碼不能夠忘記 那也要注意小孩子的存折 也要帶去包號碼你也講不起來 所以我要認為說 我用兩張的提款卡去提領 然後存進去 這樣快就是就不用去那邊等 而且不用需要銀行開門的時間 我都可以做到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 比去銀行讓我自在多了 因為有些銀行當然就是對我很理義 他說你來的時候 為什麼要抽號碼牌 我請你到貴賓室裡面去做 我幫你辦理就好 那其實我不喜歡讓人家講我是一個特權 所以我大部分就是 會乖乖地坐在最角落的地方這樣子 60次600萬這個數字是正確的嗎 我不知道這個週刊是怎麼樣算出來的 他應該要跟我講說我是從 他是從哪一天哪一年的哪一個月算到哪一年的哪個月 那如果說他那個六年來講就是說600萬 那一年100萬我想也是在一個人合理的一個正義的額度裡面 那如果說一年去ATM十次 我是相信說一般人不會知道說你去年去的ATM幾次 那如果說照他這個平均來講就是說 我去ATM一年十次的話 那如果一個月一兩次 我不覺得大家覺得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那我現在我也沒辦法回想說 今年2024 那我2023年到底是去ATM去做幾次 那至於這個 他說600萬60次 那應該要算那個interval 就是從哪一年的哪一月算到哪一年的哪一月為止 但是我一直看他這個新聞 他並沒有解釋我說 他我到底這個600萬60次是從哪一年到哪一年所做出來的結論 譬如說他說我一年去ATM存款十次 假設這個樣子 他就把其中的兩次拿來跟金華城的什麼便當會跟通過連在一起 那我也是想要訪問大家就是說 那剩下的八次呢 你要兜什麼東西呢 對 所以我好像覺得說不應該就是說 你把那個其中 你抓到那個兩次時間點很對的 你就把它印灌上去 那你每一次都把我看你要印灌到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個要證據講話 不是他想要做連接 他就去做不當的連接 那連接不起來 他就不就是不講了 陳醫生我想問一下 有關於除了在帳戶裡面有的錢 現在有一個說法是保險箱 銀行保險箱裡面的錢 這部分能否封為於證實 可以 其實那個保險箱是一個蠻古早的保險箱 我放的都是就是爸爸媽媽在我結婚的時候 給我的一些金式的嫁妝 還有婆婆送的一些玉器 她很喜歡送一些玉器 然後還有小孩子出生有一些金索片那些的東西 對就是放那些東西 但我不否認就是說 自從先生當了市長之後 所以我也覺得它是一個很不穩定的工作 我是有放一些少量的現金在裡面 以備不時之需 是幾百萬嗎 金額多少 50萬 那其實我確認一下 所以說現在檢調帶著那個藝營的保險箱 是你的對嗎 藝營的是我的 所以只有一個保險箱 我有兩個保險箱 那我都覺得說出事的話 我都會跟小孩子講說 你們有50萬50萬可以當緊急的生活費用 兩個保險箱各50萬 對 對 是這樣 所以藝營的事情 你的了解 我完全沒有引爆 她的行程當中 我知道很多她的隨行幕僚對我她那個schedule 我完全沒有什麼schedule 我每天早上要出門的時候 問她說請問你明天早上什麼時候要出去 那如果晚上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我不會問她什麼時候回來 因為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對 沒有錯 還有再加上那次 我說保險箱那個 我昨天去開的時候 她特別交代我說 你們不可以跟媒體講 對 但是今天來的時候 你們媒體突然問我這個 後來我的律師就跟你講說 這句話應該是我們跟你講的才對吧 怎麼會你跟我們講說不要跟媒體講 那我不曉得今天你們媒體應該從哪裡得知了 是被 是檢方嗎 檢方跟你說不要跟媒體講 就昨天來搜索那個應該是 就是昨天帶我去開保險箱 是聯署 檢聯 對 所以他們有帶著你去找保險箱 對沒有 就是帶著我去開保險箱 然後特別交代我說不可以跟人家講 大概幾點 他們有那個攝影 有那個詢問 有那個裝東西 就專門把那個證物扣押起來 那個塑膠袋那些人 類似像紀錄的 大概一組大概五六個還是六七個吧 那您怎麼看就隔一天 對媒體用獨家的方式揭露 我不曉得怎麼看 我們最近我覺得我們已經被打壓到 我覺得就是 理事罪名好像也不需要什麼樣的證據 我們已經 就是被操家滅族 對啦 就是被操家滅族 就是說 一個風吹草動 就是可以逛給我們 任何的一個罪名 我們也無從反擊起 這樣子 問那個4300萬買商辦的這個帳目 是不是你這邊也有一些證據可以拿出來 可以 我想我已經 剛剛已經特別 除了我自己的金流之外 我已經把那個商辦的 那個付款的證明 我都已經 每一個都已經 柯文哲的人 商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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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因為那個簽約 那個什麼 到那個用印跟交物 他們有三個不同的付款的階段 那他們有一個履約 台新的履約保證金專戶 我都是他們時間到的時候通知我 我會把該有的價款 他們分成三次付款 每一次該有的價款 我把它付到這個履約保證金的專戶 對 那這四千蛋百萬 這個剛剛已經全部把它列出來 都是從 柯文哲主席自己的那個 私有的那個 帳戶裡面 弄出去的 那這個是全部的一個證明 是 那當然還有一些 仲介的一個服務費 因為這個房子是經過 某一家大仲介 帶去看的 跟那個什麼樣的 什麼老闆的什麼 沒有任何的一個關係 我也不曉得這個消息 是從哪裡來的 但是就是我只是一個找仲介 然後簽譯的時候才看到 一對70到75歲的兄弟 他們聯合持有了四十幾年 那因為老了也想要分家賣掉 就這樣 這個仲介是您自己去找的 就是因為在住家旁邊的一個 開一個仲介 就在家裡對面而已 對就是這樣 那四千蛋百萬的 就是 是用當時那個總統大選媒的 集館去 對 因為那時候民眾黨是有 他們說他們有時候規定是 個人得到三分之二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 當時候的應該是叫會計來出納 就說 那個 因為他一直急著要把這個事情完成 就一直跟主席講說 趕快提供你的帳戶 趕快把這個事情 就把它交辦完成 因為既然是黨的一個規定 那後來先生也覺得說 就是在這個台部有很多的一些 基金會跟那個協會 那如果有了辦公室之後 也可以把它轉移到那個地方去 也不用再這個黨部 那時候給我講的是這個樣子 對 所以仲介是誰找的 就是我找 就是在家裡的對面正好開一個 路邊有一個仲介公司 我就走進去了 什麼時候去找 大概三、四月吧 那所謂是因為 我本身也是憂鬱症又在有辦法做的 那常常需要一些活動 所以就 正好有一些機會就是幫 我覺得是幫他先生就是說 看個讓他可以辦公的一個地方 可以讓民眾黨有一個辦公室可以使用 那可以幫我們還原一下 當時到底主席是怎麼樣開始跟您商討 去買這個商辦的事情 因為坦白說 因為商辦的大小其實不算大 那後來很多的報導或是外界 又把它刻意跟您的小朋友的一些資訊公司 影響在一起 所以就會有人去可能揣測或誤解也好 認為說是要給我們客家人自己用的 那這個部分 你們幫我們還原澄清說到底他這個部分 當時主席怎麼跟你溝通 這個商辦未來的永遠 他就說他可以當作辦公室 他說有一個縱望基金會 還是什麼城鄉什麼協會 怎麼樣 新屋鄉協會 他就說他希望這兩個能夠搬去跟他一起辦公 因為這兩個設在黨部也是有一點奇怪 他只是這樣跟我們這樣 就是把支部跟基金會辦公室 對就把他辦公室 就是這樣 所以他選擇一個立法院 然後早期也是因為人家說他寄生立法院 所以他講說如果在立法院附近 那個立委可以來這邊開會 也是滿方便的 這樣子 是 佩儀就想問一下 就是佩儀就想問一下 就是關於商辦這件事 因為外面有點質疑 就是為什麼要用主席他的個人力來買 那如果說是要以為黨所用的話 那是不是應該可以放在 以黨的民意去共產 或是放在基金會的團隊這個地方 對或許他可能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沒有 而且我也不太知道 他那時候給我講說 就是買個商辦 那我就去買 也沒有想到說 應該就是避免疑慮 應該是用那個黨的那個名字去買 不過那時候黨的規定就是說 補助款是要給商辦資料給個人 那已經進到帳戶了 我那時候真的是也是私慮不周 這個也是要對黨 也是很抱歉的事情 對對對 那我現在也是有開始委託律師 去處理這個商辦的 一些後續處理的一個事 他們會找出一個最適合處理的方法 來處理這個商辦這樣子 那大概處理的方向是 目前可能我還沒有積極的跟他們聯絡 但是會盡快 因為最近的事情是太多了 那請醫師長跟您聊一下搜索 8月30號搜索的那天的情況 知道您之前有在媒體前面有提過說 當天您實時不在家 在家的只有主席 然後之後他包括 為何等了一個小時的這個過程 還有像是他有洗澡 有上洗手間 那外界也會有議論 也是質疑說當中有滅症的這個問題 那當然後來我知道您有在公開的場面 去解釋這個欄門去賣 那但是外界還是對於這個說法 還主席一些作為有所質疑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解釋全部的流程 因為搜索是他打給主席的 那他是說他沒有接到電話 那個叫做什麼 轉接影韻信箱請稍後再播 我不曉得那是什麼樣的情況 那後來簡靈打給我的時候 我打給他也是這一種 然後他就叫我要回去開門 那我就回去了 就是這樣 就是我那時候是住在外面 因為為了要第二天上班這樣子 那我回去的時候 我開門他們是一直跟我講說 不要就是 就是他們就是我這個過程當中已經講過了 他們認為說就是 我不曉得我進去的 我到達的時候 到底已經是他們到那邊時候的多久 你是演到 因為那時候有點慌惱 我真的沒有注意到我進點到 我是說我打電話去那時候 我記得是還在睡覺 他就梳洗一下就是出門 但是我真的沒有記得說進點到 所以你們看到洗澡跟上洗澡 那是我上去的時候看到的情況 但是我不曉得說他已經打電話給他多久 是不是已經很久了 可是我只是說我看到的情況 是這樣而已 但是之前有隔多久了 這個我不知道 那其實想跟他講 像你剛剛有特別提到說 你覺得你現在的心境 包括整個家裡是超加滅祖的情況 最近有跟兒子有什麼樣的聯絡嗎 幾乎是沒有 我相信小孩子現在都四上各地 也不敢回家了 所以整個家就是超加滅祖 但的確也達到效果了 我們就是已經家破人亡這樣子 那因為您的小孩子 也被有一些特意有把他的 包括照片 包括他在臉書上偷的一些 吃東西的一些文章給PO出來 那你怎麼看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因為他小時候的心智的發展 可能跟社會上比較沒有那麼的 它真的是一個發展上面有一些 沒有辦法這麼 catch 社會的一個 那我也不曉得怎麼講 一個媽媽的心態就覺得說 大家是不是可以饒過一些無辜的人 因為我先生已經現在 沒有什麼證據之下都已經被寄 那我現在小孩子沒有人回家 我們都四散在各地 那最主要是金流的問題 我覺得我就是解釋了一個 我已經解釋得很清楚 我沒有不明的金流 我都是一些清清白白 正正當當來源的一個錢財 我繼承父親的遺產 媽媽繼承父親的遺產 還有我自己的薪水 主席的薪水 一些演講費 跟一些通告費 我想這個不叫做不明的金流 這是我們正正當當賺錢賺來的 那已經有到了一千六百多萬 不管他們是說六百萬是幾年來 我不太知道了 是六百萬還是七百萬 其實都可以cover到 我們這些收入的來源 我都足以證明 而且我這個領錢的證據 包括我從我母親的帳戶 跟先生跟我自己的帳戶 我都已經清清楚楚的講了 我是不是真的有去這個ATM 如果這些ATM提前的人 不是我自己的話 那我說我自己走到法院去好了 柯柯醫生 那也請問要因家人的部分 那目前我們有知道 可能柯爸爸現在的身體狀況 是比較不適合 那您目前怎麼樣去安保 安慰老人家 他們現在的狀況還可以嗎 當然就是我的公公突然遇到一個 以前總是覺得是比較 老衰就是體力不好 所以騎車跌倒 那後來就是他一位一直燒不退 所以總覺得說 騎車跌倒的一些傷口 也不至於說打了抗生素 一個禮拜還燒不退 後來才發現它是一種 惡性的一個疾病 那今天也開始要做一些化療 那我90幾歲的老人家 我真不曉得他能不能夠承受 這種化療的一個辛苦 那其實主席我 他都說叫我不用擔心他 他說只要幫他看好他爸爸 所以我每次給律師講的都不是 他都不是跟我講說他需要什麼東西 他最希望我寫一個爸爸的治療方針 然後他自己在裡面也會跟我講說 該怎麼樣 他認為自己 他認為爸爸的治療方針應該怎麼樣 那我也會針對他的疑慮去問醫生 然後回答他這樣子 我覺得他在裡面還是最關心他爸爸的身體 那天應該有看到電視上就是主席去提訓時候的畫面 你覺得感受 沒有感受 我是覺得說 那以一個對 我相信他努力的想要為台灣的社會貢獻 他希望說台灣這個社會能夠因為他的存在能夠變得更好 我覺得他每天真的是工作的是很辛苦 他常常跟我講說真的心存三年盡力而為 不管他將來能夠改變多少就盡力而為 只是我真的是沒有想到今天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先想問一下 在第二次就是開雞鴨廳的時候 他明天早上離開家裡 他也沒有跟您聯絡 他主席那天是穿一個白襯衫 但是到了傍晚的時候卻是上了手銬上了球車 最後再度出現在媒體面前 我剛剛上提到的穿一個黃色的襯衫 同樣是上了手銬 你當下看了這個畫面 你有什麼樣的一些看法 又或者是會怎麼樣覺得他目前在裡面的狀況如何 你們目前看起來已經瘦了非常多 我只能夠說那天早上出去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大概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本來是安慰他說 怎麼不可能說一個事情會有不同的見解的變化那麼大 但是他好像有所預感 所以他也給我交代 當然是交代說要多多去關心爸爸的病情 然後把家裡照顧好 然後他也說這些資料要適時的收集 適時的要反擊 不過我現在以我覺得我們身處的環境 我常覺得我們講什麼都沒有辦法去傳播出去 那每一個人去接到一些 天馬懸空或做夢夢到了都可以被廣為報導 但是一些我們正式對我們自己做的澄清 卻沒有辦法把我們的聲音傳達出去 這個是我都覺得最感傷心的一個事情 是的 可是媽媽還好 還好 那因為也是突然就發現說 本來還算是一個健康還會騎車的先生 怎麼突然給他講說什麼得癌症 然後又廢積水 那廢積水的病人是很喘很不舒服的 又常常要抽水 所以他也是 當然是很努力啦 就很驚啦 但是也是心情很低落 心情很低落就是 謝謝 請就想要問 因為現在柯主席是決定不提抗告的部分 那因為黨內其實曾經很多人來建議柯主席是說要提抗告 那您心裡是怎麼想的 我想我這個大概都尊重 因為我也沒有法律的一個專業 所以我想他已經有請了三四位的法律的專業 那律師也有到裡面跟他律見 跟他talk 我覺得我過去跟他在一起 我一向很尊重他的決定 我覺得他是一個最棒的一個先生 他做的決定都是最好的 這樣可能至少兩個月可能看不到主席 常常會到辦公室裡面 有時候我常常去儲存給他送東西 雖然說沒有辦法見到他 但是我覺得我去那邊 所以我覺得我會跟他更接近在一起 這樣就夠了 其實想要問一下有關於立委 黃珊珊 黃珊珊 謝謝 謝謝 想問一下 因為其實就是 那是不是那個有記者會有限制時間嗎 我來再問這部分 好 好 謝謝陳時報老師 但因為其實您被證人被請回的那一天 其實能看到黃珊珊珊珊立委其實都有一直陪在您的身邊 包括後來其實有去住黃立委的家 那想問一下目前她在您目前經過的過程當中她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外界自己說是不是有創政的這個說法要不要來掌握 在那天之前其實我見過黃珊珊沒有幾次 就除非有選舉的時候 有時候要跑行程的時候 在車上大家共坐一車這樣子 那天我出來的時候已經晚上10點多11點了 後來有人打電話給我講說 你往前走我們民眾黨的車子就在前面接你 那我一直往前走 因為人很多 那就是珊珊來接我 那我當然很感謝那個10點多的人家在外面接我 那她想說我一個人在那邊 她就覺得一個女生她也不太放心 所以她就把我接去這樣 就很簡單的故事就是這個樣子 對 沒有什麼特別 回到她家之後休息這幾天 就我法律攻防的部分有沒有聊 我不會 因為法律的那個 先生請的法律的那個律師好像也不是她 就她好像不是她 所以她也沒有在 她只是就是想陪伴我就是這個樣子 對 我沒有談過法律 因為她也不是那個律師 她也不是先生的律師 所以我最後再確認一個問題 你剛剛跟我們講的這些東西 你在研究出面以前都有跟 我是口頭陳述 我當然沒有這些 可是我早知道這些 剛講的這些內容 總共1600多萬 這是你當時都有跟研檢的嗎 我沒有提出正確的數 我只是說這是夫妻的薪資提出的東西 還有當然媽媽的那個可能 我是比較有印象 我覺得有提到媽媽的錢 但是我媽媽是健在 她只是繼承爸爸的遺材 但是我不曉得後來的新聞 變得是媽媽的腳尾錢 我不曉得為什麼會有那一種新聞出來 那這些東西 你會再提供一份給檢聯去證明 你說的話是怎麼樣 是不是要給 因為我記得是律師是有得到一份 那後來主席沒有抗告之後 我不曉得應該律師保存有吧 對 其實你怎麼想要再補充了嗎 最後 意思也很混亂 我也不太曉得 我覺得說 我就是想把這個金流先講清楚這樣子 那這個只是我今天能夠 比較大的帳戶 我能夠回想所得的資料 但其實還有一些小帳戶的提琳 那因為主席也沒有寫那麼多的委託書 那我一時也沒有辦法記得很清楚 也沒空 所以我只是把一些比較大額的提琳 那其實如果小額的提琳在 如果讓我看到我全部的帳戶的話 我想這個金流也不至於到只有這個樣子 這樣只是能夠幾比比較大額的提琳 我來跟各位說明這樣子 請再問一下 因為現在外界一直在講那個什麼USB 然後裡面有一個什麼 對 1500 1500 這個比較不明確的一個資訊 那佩奇醫師你今天有掌握到 有掌握到這個大概的狀況嗎 以及就是你怎麼看 因為這個數字下顯然是好像 想要把柯主席好像變成是一個涉灘的人 那你怎麼看英國的資訊 我想這個交給 因為我可以跟各位保證 我從來也沒有 我去過市政府 但是就是做那個中秋的那個 譬如說那個煙火節 我會上台而已 我從來沒有去跟他做過一些比較市政的東西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這些市政的東西 那你覺得因為現在風向好像是一直想要把主席帶往社團這個方向再辦 會覺得有點委屈或者是心情上 不會我覺得在法律上面的工法應該是你們去找證據 但是我這些 他們說不明金流 那不明金流 因為我跟所謂的金華城那邊完全沒有任何的一個交流 那你們現在找 不是 就是簡連在找我這些金流 我不曉得是 為什麼 因為 如果說我有跟什麼人見過面 那再說吧 但是我從來跟這些人沒有任何的交流 也沒有去關心到他們的過去 所以他跟我來講就是咬不可擊的人 所以就您印象所提 其實主席也不太可能有 他有用過USD去做記帳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是大家現在很多人在關注 我不知道 以前我跟他講 就是家裡的錢我如果跟他講 他根本就搖搖手 叫我不要講 我不要講 他沒興趣這樣子 他大部分是這樣 對家裡的錢都是這樣子 有時候我也覺得很受傷 我說我跟你講 是你自己賺啊 你自己不關心一下嗎 他還是跟我白白手 你覺得他不太可能會有類似這種記帳的習慣 過去我對他的了解是不太會 因為他對家裡的那個 我跟他講一些他 他就覺得我好囉嗦 他使用USB的習慣會用在什麼用途上 他會使用 我不曉得 我知道他常常喜歡看那個 那個什麼 量子力學 他每天在車上就給我看量子力學 我說你轉小聲一點好不好 他就喜歡看量子力學 整天上車就是看量子力學 就用USB去傳這些類 就iPad 他就喜歡看量子力學 整天就看那個而已 謝謝你 也希望大家能夠把這些 多多幫我們宣傳出去 我沒有什麼不明的一個金流 就是我們政討 等一下那個自然也有提供一些 這是我自己的薪資轉帳戶的 那個所有的明信 我在醫院裡面的收入 我想也不怕人家看 就是這個樣子 對 還有那個辦公室的那個金流 就是提供給 我們也付了中介會規費 就是那個教屋的一些正常的那些費用 我們都是要按照正常程序 去佼佼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辛苦大家了 謝謝 合作 不好意思 我等一下再拔 你等一下再拔好了 在哪裡 剛剛人家 胸口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太急了 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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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市主局的那個信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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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